大家好,这里是土拨手杂技的YouTube频道 这两天,在我的Discord群里,有朋友发了张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 大家请看屏幕,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似乎是在向大家展示长征9号运载火箭的某些应用场景 左侧,白色的,类似星舰飞船的物体,依靠只腿,停放在突凹不平的地面上 想来,应该是代表着长征9号的二子级可以作为飞船,在外星球表面降落 而右侧的模型,似乎是在向大家展示 长征9号的一子级,可以用像双杠一样的回收装置进行回收 结合照片里的背景,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可能是拍摄于刚刚对公众开放的珠海航展 或者是最近的其他某次展会 看到这样的照片,说句实话,我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 从2011年,有关部门正式向大家公布了长征9号的设计构想 到2024年珠海航展,最新版长征9号模型对外展出 这13年,长征9号的设计方案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最近几年,长征9号的设计方案变化得更为频繁 参与过产品研制的朋友一定清楚 一个产品,如果总体方案不断变化,就根本无法展开细化的设计和生产实验等工作 至于拿出产品,就更无从谈起了 更何况,当我看到节目一开始的照片里展示的 长征9号火箭一子级回收装置模型的时候 我所感觉到的是一种完全的沮丧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中的原因,稍后再说 咱们先来看看,从2011年到2024年这13年间 长征9号火箭的总体方案都发生过哪些重大的变化? 其实,作为中国首款重型运载火箭 长征9号运载火箭构想的提出时间还是挺早的 至少要比正式提出兴建的设想的时间要早 目前在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 兴建概念最早的提出时间是在2017年 在这一年,马斯克提出了新的大列英火箭概念 新大列英火箭是一个两级航天器 它的直径是9米 火箭二级兼具了二级火箭整流罩 和宇宙飞船的功能 最为重要的是,新的大列英火箭 一级和二级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这颠覆了人们对以往火箭的认识 2018年,SpaceX开始用星舰称呼大列英火箭的二级 大列英火箭的一级就被叫做超级重型助推器 再往后,包括一级和二级在内的整个大列英火箭 都被叫做星舰 至此,星舰的概念就被完整地提了出来 而长征9号的概念,确实早在2011年就提出了 在概念刚提出的时候 长征9号对标的还是当年载人登月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后来,随着SLS火箭的参数逐步被披露出来 长征9号火箭进行过部分的参数调整 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2011年版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和土星5号 以及SLS火箭的性能对比 从性能对比上,我们不难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就是对比土星5号和SLS Block 1 2011版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 在起飞质量、运载能力等方面 都存在着较大的优势 第二,就是从构型上看 由于11版长征9号火箭的基本型 有四个助推器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研制单位可以根据需要的不同 减少助推器的数量 以满足不同的载荷要求 因而,长征9号火箭具有更大的使用灵活性 事实上,后来推出的2011版长征9号A 和长征9号B火箭的方案 也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助推器数量的变化 长征9号火箭实现了产品化 系列化的最初构想 这是考虑市场需求变化的一种体现 其实,即使拿后来公布的SLS Block 2火箭 来和2011版长征9号火箭做比较 长久也是稍战上风的 但是,这时候的长久 还没有考虑重复使用的问题 毕竟在那个时候 重复使用的零9号火箭还没有出现 世界上仅有的重复使用航天器 就是NASA的航天飞机了 但航天飞机 以及16.4亿美元的单次发射费用 却像是在大家宣告 仅仅依靠重复使用 是并不一定能够降低发射成本的 因而,当时大家对火箭的重复使用 并不感兴趣 也没有把它列为 研制新火箭的关键要求 接下来,全球主要的航天企业的工作 都被SpaceX给打乱了 2015年,零9的伊子集成功在卡纳维拉尔角1号着陆区回收 2018年,零9的伊子集有成功的实现了复用 依靠伊子集可以重复使用 零9号火箭立刻以其低廉的价格 迅速占领了整个航天发射市场 到2024年,零9号火箭在全球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份额超过了90% 火箭重复使用的时代正式到来了 目前,零9号的伊子集已经成功进行过346次回收和322次复用 伊子集火箭能够重复使用 已经成了火箭设计的新标准 任何新火箭 如果伊子集不能重复使用 就会被认为是必将失败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对长征9号的设计方案进行调整 它就很可能真的输在了起跑线上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 长征9号的设计方案出现了第一次重大调整 2021年6月24号 长征系列火箭的总设计师龙乐豪 在香港大学发表了题为 《长征火箭与中国航天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展示了新长征9号火箭的摄像图 从图中我们发现新长征9号的总体设计方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大家请看屏幕 右侧就是2021版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 而左侧是2011版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 从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对比旧的方案 新的方案发生了很多变化 新火箭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取消了四个逐推器 另外火箭的新级直径也从原来的9.5米增加到了10.6米 火箭的总高则从原来的103米增加到了108米 但火箭的起飞质量却从原来的4137吨降低到了4122吨 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上 11版长征9号是140吨 而21版则提升到了150吨 这可能是得益于21版火箭的1级和2级的直径 都得到了加大的原因 在发动机方面 11版长久的助推器和一子级 使用的是12台YF-130液氧没有发动机 而21版长久取消了助推器 直接在一子级上安装了16台YF-135液氧没有发动机 虽然每台发动机的推力从原来的490吨降低到了360吨 但总推力的减少不到2% 仍有足够的推力荣誉 不过这个变化很可能表示着大推力的YF-130发动机的研制遇到了问题 而只好推而求其次 改用推力较小的YF-135发动机 在2级火箭方面 由原来两台单发推力为224.5吨的YF-90氢氧发动机 改为4台推力为120吨的YF-91氢氧发动机 可能同样是由于发动机的研制遇到了瓶颈 但是2级火箭的直径调整为10.6米 估计正是这项改进使得2级能够携带更多的推进机 因而使火箭有了更大的运载能力 21版长久的三子级还保留了11版长久的7.5米的直径 但发动机却换成了一台YF-91发动机 这个变化简化了三子级结构 也提高了火箭整体的通用化水平 是一项不错的改进 经过这番改进 21版长久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从原来的140吨提高到了150吨 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则从原来的50吨提高到了53吨 这样的数据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我的这番介绍 大家可以看出来 21版长久的设计思路 已经开始脱离土星5号和SLS的限制 火箭的一子级设计 已经在参考星舰的超级重型柱推起 并考虑为未来实现一子级的复用 留出了足够的拓展空间 只不过二子级和三子级 则依然沿用了原来的设计思路 类似这样的设计思路 我们在ULA的火神半人马座火箭上 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然而长征9号总体设计方案的新建化改进 还远远没有停止 一年多以后 就在2022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 长征9号的总体方案第三次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这次变化 大家直接看屏幕就好了 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 就是2022年珠海航展上展示的 长征9号运载火箭的模型 新的模型是不是已经和兴建更加相似了 特别是一子级上的三格舵 它是在一子级返回的时候 用来控制一子级的飞行姿态的 有了三格舵 说明在22版长征9号的设计方案中 已经把一子级火箭返回重复使用 纳入了基本的设计要求 另外22版长久一子级的发动机燃料 也从原来的液氧煤油 换成了液氧甲烷 进一步向兴建靠拢 但火箭二级依然使用的是氢氧发动机 估计还是希望通过高比冲的氢氧发动机 来提升火箭的运载能力 并且二子级没有设置任何的异面和堕面 因此此时的二子级估计还是一次性使用的 时间到了2023年4月 长征9号的版本再一次被更新 23版长久从外观上看和22版差别不大 但系统的组成和性能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大家请看屏幕上表格的最后一列 就是23版长久的有关参数 从这些参数我们不能看出 23版长久在火箭的主要零部件的选型上 都有了强烈的通用化和系列化的考量 就比如一子级和二子级都使用了同一系列的YF215 液氧甲烷发动机 这明显是借鉴了009和兴建 一子级二子级都使用同一型发动机的设计思路 彻底摆脱了传统火箭的设计思路 不过23版的长久依然没有在二子级上设置翼面和舵面 因此此时的二子级依然是一次性的 从2023年4月到现在 长征9号火箭的设计方案依然在发生着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在二子级上增加了翼面和舵面 二子级长久的总体构架已经和兴建完全一致 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在刚刚举行的珠海航展上 长征9号模型的样子 是不是和兴建如出一辙 然后就是节目一开始 我给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了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曾经提过 我看到这张照片会让我感到沮丧 那么下面我就来谈一下 我感到沮丧的原因 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 还是这种奇葩的双杠式的一子级回收装置 今年10月13号 兴建的五飞过程中 SpaceX成功地用安装在兴建发射塔上的筷子 回收了返回的超级重型助推器 这次成功震动了世界 至此一种全新的火箭回收方式诞生了 我想现在在展览上展出这样的模型 肯定是想在表示 长征九号的一子级也可以像兴建的超纵那样进行回收 但是展出方显然是没有对筷子回收超纵的机理和作用 做出认真的分析 觉得筷子可以回收 那我把回收装置改成双杠的样子 不一样也可以起到用双杠来拖起一子级的作用吗 但殊不知用双杠替代了筷子 就把筷子回收方式最重要的优势给抹除掉了 SpaceX之所以要用筷子来回收超纵 甚至于以后还打算用筷子来回收返回的兴建飞船 主要是希望缩短超纵和筷子返回后复用的时间 简化返回复用所需的流程 一般来讲流程越少 则复用所需的时间就越少 大家请注意屏幕上的表格 表格显示了零九号一子级和兴建的超纵 在回收后投入复用所需经过的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零九号的一子级回收之后 如果想投入复用 需要经过起掉一子级 卸载着陆腿 翻转吊装置运输车 运输一子级至厂房 一子级吊装下车 检测维护 安装着陆腿 对接二级和整流罩 全舰吊装置起数发射车 起数发射车行进至发射点 起数、加注、待发等13个工序 而兴建超纵的复用流程 则只需要经过筷子把超纵放置到运输车上 将超纵运输到厂房 吊装卸下超纵 进行检测和维护 然后再将检测和维护之后的超纵 吊装置运输车上 运输至发射塔下 筷子托起超纵 放置到发射台上 再用筷子堆叠兴建飞船 完成、加注、待发等10个流程 通过两个流程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我们把猎鹰9的二子级和整流罩的对接 与兴建飞船和超纵的堆叠 看作是同一类的流程的话 那么用筷子回收超纵 至少能省去拆卸和安装 着陆腿的两个流程 对简化复用的流程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更何况 如果未来超纵的返回技术走向成熟 兴建实现了航班化的发射之后 返回的超纵 根本就无需返回厂房进行检测和维护 而只需要在发射场 进行简单的检测和维护的时候 筷子回收的优势就更加巨大了 要知道 由于必须拆卸和安装着陆腿 猎鹰9的一子级 是很难做到不经过返回厂房的流程 就直接投入复用的 但想要实现筷子的这两个优势 有两点是必要的前提 第一就是筷子必须要具备起重机的功能 第二是筷子、发射塔、发射台 必须建在一起配套使用 我们看兴建 兴建组合体在发射场的组装过程中 筷子本身就起着起重机的作用 它不仅能把超纵从运输车上拖起 再把它放到发射台上 它还能把飞船从运输车上拖起 再叠放到超纵上 可以说 起重机功能和发射台 在筷子的作业范围之内 是筷子回收 能够缩短复用时间的关键 我们现在再来看展会上 长征9号运载火箭 一子级回收装置的模型 上述两个特点 一点也没有 既没有起重和高度调节的功能 也没有发射台 那么 回收后的一子级 要如何放置到运输车上 运输车在被放置了一子级之后 又将如何带载着一子级 移出回收装置四根立柱 所形成的包罗范围呢 即使我们能用更为复杂的方法 把带载着一子级的运输车 移出回收装置四根立柱 所形成的包罗范围 这对于缩短一子级投入复用 所花费的时间 有任何帮助吗 事实上 这样的回收装置 除了起不到简化流程 缩短复用时间的作用外 从这个模型 我们还可以看出 展出方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筷子究竟是如何回收超重的 筷子回收超重 既不是用筷子壁 加住超重的箭体 也不是用筷子壁 拖住超重上方的三个舵 事实上 在超重三个舵 斜下方的箭体上 设置有一对专门用于 筷子回收的支撑座 筷子回收超重的过程 其实就是筷子壁 拖住超重上支撑座的过程 而在展览上 长征9号一子级 回收装置的模型中 我们看到的是 直接用双杠 拖住了一子级的三个舵 殊不知 如果真的采用这种设计方案 作为飞行姿态控制 关键部件的三个舵 在经过这么一次 回收过程的冲击之后 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总不能每次飞行实验之后 都更换三个舵吧 退一步讲 即使技术人员最后 真的做到了用三个舵 来承受回收时的冲击这一点 也必将付出巨大的质量 和其他成本代价 在技术上 根本就不存在着 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概念 技术 追求的就是代价的最小化 我想 之所以会出现 这么多低级的纰漏 肯定是因为模型展出前 没有征求过 有关设计人员的意见 估计是参展人员 看到兴建的操纵 成功的回收之后 异想天开 临时想出的解决方案 可是 作为正式的航空航天展览 展品的布置 难道可以这么随意吗 也许 有些人认为 在航展上 有很多普通的观众 难以发现其中的bug 但参观航展的 同样有大量的专业观众 当这些专业观众 看到这样的 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模型时 会对长征九号 产生怎样的感想呢 到这儿我已经把长征九号 运载火箭从2011年对外公布最初设计方案 到2024年珠海航展上最新的模型亮相 整个的发展历程向大家做了一遍梳理 当然我的介绍中所列举的还只是长征九号重大的方案调整 事实上在这段期间长征九号的设计方案还发生过很多次微调 但由于篇幅的限制 我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查阅 通过这些梳理 我不禁好奇 如果长征九号的总体方案 就这样不断的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后续的设计生产工作 是否曾经真的展开过 如果已经展开过 那由于方案变化而产生的资源浪费又该如何处理 如果到现在这些工作还没有展开 那从现在到2030年还有6年的时间 这6年够让长征九号运载火箭做出产品实现首飞吗 好 关于长征九号运载火箭总体方案的发展过程 和我对长征九号一子集回收装置参展模型的看法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不要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 欢迎您给我留言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 在节目的最后 我提醒您 这里是土拨鼠炸机的YouTube频道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